干嘛呀 你回来了 回来进不去屋了 等外面叫唬你 等了 哎呀 回来干嘛呢 你饿了才知道找家 要不你也不回来 早上起来第一事先叫门 给他放出去做一圈 完之回来了 回来就得吃喝 来哦 他吃完了 咱也开始做走餐 这是咱家的玉米面条 是软的是鲜的啊 咱们用水给他泡个十分八分的 我们用手搓一搓 给他完全搓散 这个面条 咱是做汤面炒面 打卤面炸酱面都可以 今天咱咋吃 咱今天西红柿打卤面 哎呦我 他以为给他过来吃的呢 哎干呢 你能吃吗 到他脑袋敲 打两个鸡蛋 照哪个鸡蛋 起来了 这大的西红柿 咱给他切开 柿子切丁 把这鸡蛋啊 给他散开鸡蛋碎 咱们再起锅消融啊 放入西红柿 哎呦这鸡蛋给他炒软烂的 放入鸡蛋 拿上清水 食盐 来点十三香 哎呦咱托个小薄馅 然后再加点小菜花 这卤的就出来了 咱们配菜再切个红柿 哎呦水开煮面条 哎呦看看哦水开煮三分钟 咱们捞出来过凉 这个玉米面条啊 是没有任何添加鸡防武器的 金刀爽滑 就这卤子 来才两大勺子 这卤子要钱啊 哎看看啊 一会儿 这鸡蛋卤子就不像那个咸菜卤子 这里要钱了 第一个面馆打卤 还第二勺子加不要钱 嗯 面条不去 卤子肯定要你去一下子 那他肯定做的很咸 咱这面条啊 筋道耐煮 但是他没有添加剂 咱这面条的优点就是 他是鲜芋面条啊 鲜芋面条你就泡个十分八分的 哎直接煮就行 再来上一勺卤 干鱼面条一泡的话两个小时 咱这不用 嗯 好吃 不凉